北约星期天说三名北约军人在阿富汗南部地区被打死 联军说三名美国军人在星期六的两次袭击中丧生 其中两名美国军人在一次反叛分子袭击中死亡 另一人死于炸弹爆炸 一个基督教救援组织星期六说 枪手在阿富汗东北部打死了该组织的十名成员 其中包括六名美国人 一名德国人和一名英国人 他们当时正在为阿富汗村民提供医疗救助 有关当局还找到了这个医疗组两名阿富汗成员的遗体 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对这些医疗人员的死亡负责 塔利班发言人指责他们试图传播基督教